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很有名军歌 传唱了两千多年 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有自己的军歌 如美国陆军有军歌陆军勇往直前 俄罗斯军歌荣耀吧 俄罗斯表现了军人昂扬向上 保家卫国的战斗情怀 但是仔细比较会发现 在近代世界军旅歌曲中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军歌 像日本的如果我去海上那样狂热 疯狂 冲向高山 让诗海填埋沟壳 走向大海 让浮尸飘满阳面 无为君王 死而无害 这样字字句句带诗 带血 带死的军歌 除了日本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家了 从歌曲中可见日本军人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中毒何等之声 他们不怕死亡 甚至是崇尚死亡 因为他们的口头禅秀事 让我们到靖国神社再相汇报 在近代日本 他们把参军视为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如梁启超所说 那光荣的程度 中国人中举人 尽是不过如此 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 都以其战死三字相赠 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 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正是这种举国如狂的战争思想 在抗日战争期间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痛的苦难 以至于在跟日本人的战争中很少抓到了俘虏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宣布投降十四年的时间里 被中国军队俘获最高级别的军官也只是少祖 还是发生在一二八事变 此时距离全面抗日战争还有好几年 即便是取得辉煌大级的平行官战斗 也没有俘获一个日本俘虏 要么被打死 要么逃走 而根据日本人自己的统计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日本士兵被中国军队俘虏人数不到一千五百人 如同上面那首嗜血的军阁一样 日本士兵兽 无视到的毒害 对他们来说死亡 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 死亡还倒是其次 如果没有完成任务 简直彼此还可怕 这也是二战期间日本自杀时攻击盛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就是军阁有上百个制度 但是绝少有限 如果我去海上充满着力气 乖章 他在鼓励日本军人疯狂赴死的同时 也给中国人带去了无尽的痛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